這一整集都會走這個金榜牌方 它會收縮的時候 這支給你一支保命麵 不會很甜 還有重奶味 它說有水牛奶啊 打卡那些 誰知好熱情送了些泡芙給我們 我還有一個遊客 吃個順德的雪糕 輪教糕 輪教糕不是輪敦糕 我說了四五六七次錯了 劉入菲物質文化遺產 一份就30元 見到很多有順德這個牌的打卡位 鯪魚皮的都很爽和有很多配料 超多椰果 鳳城駕牛奶 通常脆波波 叫梯底牛乳鋪 11元碗 可以加辣 好啦我們現在就到順德了 我們剛才在九江 駕車過來不用一小時 現在走過去 第一個經典的Botmark就是掃街 就叫做金榜牌方 如果大家都喜歡看飲食、旅遊、生活 記得訂閱支持我 記得按鈴鐺 每星期出新片會通知你 多謝支持 其實來到順德 一定大家想起牛奶 所以就吃雙皮奶和水牛奶 第一站就在金榜家面前就見到恨吃的 這裡都是主打水牛奶和雙皮奶的 試試試 這個喝之前要熬一熬 我們還未去到金榜牌方 已經被他吸引了 他說有水牛奶 打卡那些 我掉到他們後排 好有趣的 它上面會有一層膜 它不是平時我們喝牛奶公司的 它的口感不算很順滑 有點稠稠的口感 嘩很棒 我第一次喝這一類的水牛奶 它的牛脂味 是我比平時香港喝到的牛奶更加濃郁 還會有自帶一些甜味 好有趣的 誰知好熱情送了些泡芙給我們 因為可能要拍片 很濃郁 說實話 我覺得西村的泡芙 果淚 做得更好吃 裡面的奶奶沒有香港的那麼甜 奶味就會更濃郁 也不錯 你介紹一下 這個是我剛剛做完放入冰箱 它會收縮的時候 這層皮很明顯 我為什麼沒有用玻璃瓶呢 是因為我流皮再重新倒進去 那個雙皮就做不出來 吃雙皮奶一定要吃上下兩個感覺 上面是金香的 下面是有蛋的嫩滑 嗯好吃 我吃到那兩層 聽他們說完再吃真的好期待 吃下去第一下 上層的皮是很明顯的 冬成真的很好吃 下層的雙皮奶就很有質感 不會很甜 還有重奶味 有時外面會吃到有渣 一粒粒那些 這裡真的做得很好吃 好 還有補給知識 它說水牛奶 我們平時香港喝的牛奶 是4%的 可能有些日本的牛奶 就10% 它這裡水牛奶的意思是17% 所以剛才喝不是雜質來的 是牛奶的脂肪 所以我們喝的時候要shake一下 還有喝的時候會有些一粒粒的 我覺得挺過癮的 還有我覺得很好吃 還有都知道你的故事 我真的都很堅持 去牛奶找的奶院 那些 都是一間挺有心的小店 我挺推薦的 因為整件事很熱 我不是吃這件事 還有剛才那道香味奶 我吃的時候 我就覺得是很甜很棒 很有奶味 還有凍是很棒的 好了 開了胃口心情愉快之後 我們就踏入金磅牌坊 哇這裡我跟大家說 真的很多東西吃 我們不斷掃街不斷掃街 這一整集都會走這個 金磅牌坊掃街 所以大家一定要落足眼裡去看看 金磅牛魚文化街 剛才我還沒開始 已經在這裡吃雙皮下 如果可以廁所就在這裡 因為廁所裡面沒有 很多旅行團 今天就不是公眾家 其實也有很多人帶團 金磅提名所以這裡叫金磅街 我們去掃街 Let's go 哇這條街很多人 感覺上 我聽到有人說是澳門 也很像 或者通街也是 吃豆腐雜 喝牛奶 我看到這條雪條很想買來拍去打卡 因為整條街都買很多手工雪條 大家記得價格 因為價錢由15元到最便宜 我看到9元 大家留意Ford到中尾段 游了一間是買9元的 我還有一個遊客 吃他信德的雪糕 15元的 我先補這個食品 不好吃的 15元來打卡 就是剛才在B-roll 信德 水牛奶的雪糕 剛才水牛奶的飲料 就補這個雪糕 Anyway 現在就去了一個 這裡很硬的 我經常說錯了倫敦糕 我們數一下我講錯多少次 是買倫敦糕的手信 倫敦糕啊 我看到人 其實什麼是倫敦糕 嗯 這個啊 倫敦糕 後來店員好努力去糾正我 不是叫倫敦糕 你聽一下 以下這段對話比較小聲 大家留心一點聽聽 倫敦糕 我不是說是倫敦糕 我不是說是倫敦糕 糟了 我不是說是倫敦糕 原來我由Day1上網刨攻略的時候 我已經看錯了是倫敦糕 倫敦糕 不是倫敦糕 我說了四五六七次錯了 整件事錯了 這個剛剛凍食呢 就酸酸的 其實它有點像白糖糕 現在試試熱蒸 即是蒸現它會不會好一點 看看過去吃飯 因為店員沒有教我怎麼吃 試試看 我記得大概蒸8-10分鐘 質感就軟了很多 但味道也是酸酸的 酸味是來自發酵的程序 所以有自帶酸味 有點煙韌的 我想是一些民間老字號的小食 它是非物質文化遺產 所以都建議大家去試一試 好 我們繼續行程 來到金榜牛乳文化展示廳 這裡打算進去看看一些文化歷史 大家看看 它是水牛乳 所以現在就有金榜紀念街 沒有什麼冷氣 所以大家不用用來探冷氣了 但是這裡真的 每一間都說自己是正宗的商店 所以不知道是哪一間 我反而覺得門口那間有驚喜 現在就找回父母去哪裡 下一站就來到君安權紹魚餅 拍不完招牌 不好意思 這裡主要是吃珍珠和魚餅 都是留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 所以值得一試 下火打的時候 就會在我們面前切 切到一塊塊 一份就30元 剛剛就試了這個珍珠魚餅 好可愛的 是吧 這個最出名 團少最出名 OK 大家看其實它的肥高位都多 好香的芝麻味 豬肉味都重 肉質都幾軟 肥高位好香 外皮是因為蒸所以不是脆的 有少少煙韌 一份30元 吃吃吃都幾滑 所以一個人吃都會幾滑 再試一下它另外一個名菜君安鯪魚餅 鯪魚餅好吃好脆 我覺得胡椒粉不夠 如果多一點會更加好 即叫即煎好香好吃 還要沒有魚餅 讚 在金磅牌坊一路走下去 就會看到很多有信德這個牌的打卡位 這個不是我想找的地方 但是呢 都有很多這類的壁畫 打卡的地方 這個雪糕 9元 剛才我買15元 那當然買這個9元 之後呢就去到鳳城魚皮那裏吃個魚皮 不好意思啊 這裏很厲害 Gopo不是好聽話 接著買完就去旁邊牛雜店 有位坐的 他們說因為老街坊 兩間是可以share一起坐的 都幾有趣喔 涼拌魚皮就用上靚魚皮 都很爽 還有很多配料 它就有味辣 我覺得如果辣一點更好吃 那配料呢 會有香菜 花生 檸檬葉 蘿蔔 洋蔥等等 魚皮很爽 很爽 還有是涼食 因為今天好熱 嘩 我的酸胸很近 哈哈哈 這裏挺有趣 想不到在一個賣珍珠奶茶 或者賣檸檬茶的地方 會有這些打卡的地方 我就說有少許離了一隊 買完要馬上走 哈哈哈哈 超多椰果 我不太吃椰果 不過是我喜歡的鴨齒檸檬茶的味道 好像是18元 我想吃陳村粉 這個陳村粉 不過我已經沒有了胃口 我跟他說現在超飽 因為這條菜式超多食物 我推薦大家 吃醬味奶 白痴檸檬茶 魚皮 這個很爽飯 因為剛剛吃了魚皮 所以我就不吃這家了 所以這條街 其實你預約整個下午來吃午餐 都已經好飽了 雖然我說好飽 但是身體好誠實 為了觀眾 我會繼續掃街掃下去 還有後半部分 大家不要走開啊 這間又是上過CCTV 還有很多獎狀 又是吃雙皮奶 那我就試試新東西 我就試試這個鳳城渣牛奶 20元一份 一份有五條 很脆 很脆 然後裡面 其實裡面都是我剛才吃過的雙皮奶 那些炸奶 但是呢 很脆啊 他買了10元 一段時間 我想 我吃下去還嫩 有驚喜 這條金榜街 走到尾段的時候 人流很明顯是少了很多 所以大家如果堅持走下去 就會變得不錯 吃東西都會沒那麼多人 方便一點 吃完雙皮奶 發現還沒吃薑汁壯奶 來到這裡的名字挺有趣的 叫做梯底牛乳鋪 也是一個很有名的熱店 是這裡的地膽去介紹我 一定要吃這家的薑汁壯奶 他這裡的薑汁壯奶 就11元 可以加辣 我建議如果吃得辣的觀眾 就加辣 因為加辣之後就會濃一點 和辣一點 薑汁壯奶的質感是很順滑 吃完整身爽了 還有這裡是有冷氣提供的 還有人比較多 有機會可能要搭桌子 大家留意 這裡有很多信德標語的位置 這裡有很多甜品店 飲品店 都有很多打卡的特色 這條街其實 慢慢玩 兩三個小時就不掉了 我還沒去另外那個漁人買的 今天未必有時間去買 這一區呢 可以花一整天去玩 還有現在我吃得很震 呵呵 好搞笑喔 來了這裡 順德功夫之鄉 可以打拳 打一下 是痛的 這裡就叫做功夫角 玩一下泳春的東西 這一集順德呢 因為是即日來回 我們玩了半天去金榜牌坊 那邊走 不斷吃不斷吃 很多東西看 所以已經用了些時間 去不到我之前計劃去餘人碼頭那些 如果大家觀眾喜歡 反應好的話 我會再去順德再拍多一次的Vlog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下面留言支持我 大家記得CL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follow我的Facebook IG 看我的生活日常 我每逢星期三都會出片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